小緊張 然後比賽到中間的時候 就是 越來越緊張 因為比賽快結束了 然後我們又贏一分 就會 我不知道怎麼講 很希望球隊贏球 但又不想要出什麼差錯 的那種緊張 我那時候有點緊張 因為我歷行賽 下半季我的打點很少 所以我那時候 在想說 這給我壓力 這樣 然後 可是也不能 逃避啊 就是剛好輪到我 然後我那時候是想說 不管這樣我就是 想辦法把它打回來 如果沒有的話 再說嘛 就是反正就 那個打擊就是盡全力 對 就剛好 運氣 比較好 也是很感謝Anker 以前有那支二連安打 你是不是太大就這樣嗎 欸好像呢 就是我歷行賽 我初登板 在這裡 好像也打得不錯 唉唷 真的 剛剛傑凱也這樣講 對啊 他說 他一開始賽前就說 他說 你應該會 會打得不錯 因為 你的手按跟手打點都在巨蛋 然後我就說 欸 然後剛剛比完賽結束 他就說巨蛋根本是你的福地吧 他是這樣講 我是希望可以一直這樣 對 其實跟我想的差不多 因為 其實之前在國外的時候 看到他們打 季后賽或是台灣大賽 都有從手機上面看過 就是看到其實蠻多的觀眾 然後現場的氛圍好像 就是蠻 蠻嗨的 對 所以跟我想的 不會落差很大 對啊 其實也沒有人跟我講什麼 大家都覺得 我們這樣不用講 就是都沒有跟我講說 挑戰賽要注意什麼 都沒有人跟我講這些 也可能是因為 我們那個接太快了 因為昨天才地形在結束 然後今天又挑戰賽 所以沒有那種 隔很久 然後突然要 要比賽 然後大家可能會講一些什麼話 對 下一場比賽 贏球 當然又會贏球 對啊